这大阿个印之竟能讲出这种话来 那简直的了 是既无君臣之谊 也无兄弟之谊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皇帝 一废太子印仁 就在这个时候 脑回路多少有点不健全的 二百五大阿个印之 跑到爸爸跟前奏报 说呀 这个皇妇若是想除掉印仁 不必亲自动手 儿子我呀 就帮您把印仁打发了 这样啊 爸爸就不用担一个杀子的罪名了 老华一听这话呀 心里这份腻味就别提了 太子印仁啊 做了四十年的储君 和你大阿个印之 是君臣之分 并且呢 他又是你的亲弟弟 这大阿个印之 竟能讲出这种话来 那简直的了 是既无君臣之谊 也无兄弟之谊 康熙皇帝啊 是针对得起他 明照天下 意思就是说呢 我虽然废了二阿个的太子名号 别看啊 现在让直郡王印之 在我身边护卫伺候着 可是我呀 绝没有立他为太子的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大阿个印之啊 你别看他呀 四十大几了 这人呢 心智还不健全 比较幼稚 而且呀 这性情比较暴躁 所以呀 你们别猜 我是不会把太子之位 留给他的 得 这下这大阿个印之啊 算是鸡飞蛋打 跟他垂涎已久的皇上宝座呀 那是没缘了 可要不然说 他脑回路不见全 是个二百五呢 他这会儿 他想起一个人来 这是和他关系最好的一位弟弟 谁呀 这就是八爷印四 这印之就想啊 这印四和我关系最好 我要当不成皇帝啊 我也得保证他 让他做太子 以后做皇帝 就说我保举了他 以后他真做了皇帝 我怎么着 也得弄个亲王双凤 在这朝里啊 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 怎么着 也得是一呼百应的角 那在众多的兄弟当中 他为什么单单和印四的关系好呢 原来这印四啊 是这印之的妈妈 惠妃娘娘一手带大的 前文书咱不是说了吗 这印四的妈妈 兴者库出身 生印四的时候 只是康熙皇帝 一位普通的庶妃 过了好几年呀 才被康熙皇帝晋升为贫位 常听我书的好朋友都知道 这宫里呀 只有到了贫位才是主位 其他都是奴才 奴才即便生了皇子 也没有教导皇子的权利 所以呀 这八个印四生下来 就得跟着位分比较高的 惠妃娘娘生活 大个印之 是惠妃娘娘的亲生儿子 这下您明白了吧 大个 之所以宝举八个印四啊 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于是他就仗着胆子 跟自个儿的爸爸康熙说 说呀 有这么个像面的人叫张明德 在京城啊 给我们弟兄们都下过面了 说这印四啊 以后必然大跪 那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这大个的意思就是说呀 您这刚废了太子 我就给您选出了人选 这像是张明德呀 那算命啊 那极准 所以说呢 他说八个印四 必定命中大跪 您看是不是立着印四为太子啊 这老华也听明白了 哦 原来这印四啊 和你十一党 那你有谋害太子的心 那印四是必然也有了 这康熙皇帝在病榻上 上一眼下一眼 看了这大个印之四十八眼 就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评价他 乱臣贼子 于是就在康熙四十七年的九月二十五日 康熙皇帝颁布上狱 拘进应仁之时 印之奏 印仁所行卑物大师人心 相命人张明德 曾相印四 后必大跪 今欲诸印仁 不必出自皇父之手 言至此 朕为精益 朕思印之 为人凶丸愚昧 不知义理 唐果同印四 聚集党羽 杀害印仁 寻为乱臣贼子 天理国法 皆所不容者也 其实圣祖实录当中 这句话呀 隐喻很大 唐果同印四 聚集党羽 杀害印仁 也就是说呀 康熙皇帝 在康熙四十七年的时候 已然察觉到 这印四啊 广结党羽了 所以这康熙皇帝 一道御址 大个印之 圈进家中 贝勒印四 闻张明德如此妄言 竟不揍文 印四 隔去贝勒 为贤散宗士 那么这八个印四 他到底结党没有呢 当然结党了 咱们在上文书不是交代过了吗 这印四啊 负责神理所图谋逆一案 在神理过程当中啊 他就了解到 这康熙皇帝必有废太子之心 这个消息啊 那就是一把烈火 点燃了八个印四心中的干柴 于是他就打定主意 若是细细的谋划呀 这太子之位必然能争夺到手 咱们就先说说这张明德一案吧 这张明德一案啊 在前边说其他几位皇子的时候 咱们常常能提到 不过一直没有细说 今天呢 咱们聊到这涉案的主要成员了 就必须得把他交代清楚了 张明德是在康熙年间 混迹在京城当中贵族之间的一个相面术士 平时就是一副道家打扮 因为这个财思敏捷 善于察言观色 所以在当时这些皇家贵族当中啊 颇有其看相极准的传言 后来据张明德自己共称啊 自己穿梭于这些八旗贵族当中 就闻得了太子施德 不受圣券的这个消息 于是这张明德记上心来 他就想啊吃上个大户 他想吃什么人的大户啊 那就是跟太子有仇的 或者是有意想谋夺储君之位的阿哥 经过多方的打探 他觉得这大个印之和八个印寺 就是他要想找的人 于是他就通过顺承郡王布姆巴这层关系 混进了八个印寺的府中 这张明德到了印寺的府里啊 细细端详给印寺向了一面 于是他就跟印寺说 八个风神轻易 人意敦厚福寿绵长 成贵相爷 这话眉毛 还别说呀 是评价一位皇子了 就是给普通人相面呀 这也就是一堆平庸的奉承话 八个听完他的话呀 也无非就是微微一笑 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呀 来四百位道士给自个儿看相 大概其都是这堆话 可是在这之后闲聊当中 这张明德的一席话呀 深深触动了八个印寺 张明德在闲聊当中 有意无意的透露给印寺 他说 皇太子暴力 若欲我当杀旨 山人有十六个功夫过人的江湖朋友 若招之来其中一二人 就可神不知鬼不觉的 扳掉皇太子印人的脑袋 张明德这一席话 印寺表面听后大惊 实际上是心中窃喜 转过头来呀 就把这些话 告诉了和自己交情颇深的 黄九子印堂和黄十四子印提 可是他誓有不命 最后这话呀 还是传到了爸爸康熙皇帝的耳朵里 最后这八个 也因为文匿言不上奏 遭了报应 圈进于宗人府 在皇子当中啊 也有追随八个的同党成员 大个印之字不用说 虽然他是为自己谋划的多 但是在关键时候 能够替八个出头 那足以证明 他与印寺的关系必是一党 除了大个之外 九二个印堂 十四二个印提 还有出身相对显赫的十二个印额 都是与老八交好的皇子 可称为是一党 这张明德一案啊 这些个皇子 其实都知道细情 可是啊 没有一个像爸爸汇报的 这康熙皇帝也真行得出来 活寡张明德的时候 让这些涉案相关的皇子 都站旁边看着去 为的是触动一下心灵 就在康熙皇帝宣布 贝勒印寺文张明德如此妄言 竟不奏文 隔去贝勒为闲散宗室的时候 从皇子班中走出两个人 扑通 跪在了康熙的脚边 和皇帝奏道 八个 无结党事 无等愿宝 这康熙皇帝说 这是哪个儿子呀 我这正说结党的事呢 你来保八个 那必然就是八个一党啊 低头一看呢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十四儿子 印提 在他旁边跪着 是九儿子 印堂 这皇上说出话来呀 那就是圣旨 对印寺的处理意见 已然很明确了 这时候 还有人敢出来替他求情 这康熙皇帝 当然生气了 举刀啊 就要批了老十四 还好这中皇子 纷纷求情 老五印旗 更是抱着爸爸腿 死死不放 这康熙皇帝 才饶了这两个人 可是啊 死罪饶了 活罪不能饶 让这帮皇子 拿棍子 揍 一人给我打二十板子 要是这么想想 给皇上当儿子 也挺危险的 死不死的 搁一边 这二十板子 要是打在我屁股上 那非熟了不可 不但是这些位皇子 与八个沆瀉仪器 勾连在了一起 就连朝中的重臣 也都围绕在了八个身边 其中 领侍卫内大臣 义政大臣 阿灵阿 襄皇其人 阿比龙的儿子 和康熙皇帝 是圈套圈的亲戚关系 既是表弟 又是妹夫 领侍卫内大臣 鄂伦黛 这又是一个康熙皇帝 既是表弟 又是小舅子的人物 他是啊 同国刚的儿子 大清第一外戚 同家是 奎旭 叶和纳拉是 纳兰明珠的儿子 满洲 整皇旗 官虽然不大 但是学问好 是汉林院的士读学士 也就是说呀 南书房行走 天天能和康熙皇帝 见着面的近人 还有一位啊 叫王洪旭 是个大学问 康熙十二年 一甲第二名 近世吉地 也就是榜眼啊 汉林院修编 和张廷玉一起 编过名史 在那会儿啊 就已然做到了 左都御史的官职 这四个人 是公认的 八野党的魁首 这四位 既代表着 满洲外戚权贵 满洲军功大臣 和满人知识分子阶级 和汉人文人阶级 您瞧没有 朝中的几派呀 全占齐了 不单如此啊 朝中重臣马齐 退休老臣 同国为 这也是八爷一党 那么如此庞大的八爷集团 到底先没掀起过什么波澜呢 当然了 就在夏文珠 群臣公选太子 纷纷保取八个印刺 康熙皇帝 才真正了解 这个儿子 有天大的野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